时间是什么?时间从何而来?到底代表着什么? 看不见,摸不着,闻不了 宇宙最大的谜团就是时间 时间总是惊人的,我们每天都在其中 但我们永远无法解开它的神秘 时间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终极幻想? 毋庸置疑,我们当前的心理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幻觉 主观世界和虚幻世界的区别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来说 时间只是时空的一个维度 世界沿着时间箭头的方向发展 那么时间是个什么东西? 把时间说成东西似乎是不合理和不雅观的 时间不是自然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个物件 像音乐、哲学和数学一样 它是一个人造产物 自然界没有时间,人类的生命是有长度的 有长度的生命找到文明之路 文明是历史的积累 历史需要时间从而证明时间有意义 那些没有人类的星球需要时间嘛 时间就是也仅仅是人的时间而已 在物理学中,时间是七个基本物理量之一 它是一种尺度,被定义为标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间的顺序可以根据过去、现在、未来的顺序 时间的持续时间 以及时间之间的长度和间隔来确定 时间轴穿过的时间就是命运 它构成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相对论表明,光速越近,时间过度越慢 我们能控制时间并给予利用嘛 特别是多维空间理论 时间作为不可或缺的轴 是整个宇宙发展的必要因素 如果两个对象以不同的方式移动 它们就会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 换句话说 事件体验者的运动决定了时间的存在 当我们移动的时候 时间也在流逝 事实上相对静止是不存在的 而随着量子力学的不断发展 人们发现量子可以在高强度压力下 穿越大范围,甚至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 从已知的时间节点到过去的时间节点 所以也许在未来 人类对于时间的把控也不在话下